哈囉大家好我是萊莉絲 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這半年多 繼上次空空賞分享之後的 用完的產品們 那這一次呢是保養品居多 然後呢有一些化妝品 就是所謂的鐵片賞 就是他們已經用到鐵片了 然後會一起拿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趕快繼續吧 然後一樣今天的環境 應該說這陣子搞不好有很多影片 都是有回應比較大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我剛好運用一個 就是比較空曠的空間錄影 然後就請大家多多見諒 然後因為畢竟現在是過年期間拍片 然後時間已經滿晚的 就不想要吵到其他人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啦 首先第一樣是這個 IPSA的角質發光液 那這個我用的是2號 它的功效其實就是在洗完臉後 第一個步驟先擦 那擦完之後有點就是代謝 就是基本臉上的那個老廢角質 然後讓你的臉看起來更透亮 有點算是每天的清潔啦 但是你定期還是得可能一個月做一次去角質啊 或者怎麼樣 但這個就是做一個基本的 就是臉上如果有一些屑屑的這種 就是你看不到那種角質層的屑屑啊 幫你做一些清潔 但我覺得用起來是有臉比較透亮 可是在我的皮膚上 因為我去檢測很多次就發現說 其實我的角質層不是非常非常厚的那種人 所以並不需要常常用它 所以其實這一罐我用了 有好一段時間才把它用完 然後 嗯 因為我的角質層不厚 所以也不會影響到妝的服貼度或什麼的 所以這一罐啊 我用起來其實說真的就是 比較無感啦 老實說 那買了嗎 就還是把它用完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是本來就是角質層比較厚的人 然後你一樣有定期的去角質 那平常就可以用這種角質發光液啊 做一個保養 那就分享給大家 好啦已經空了 這樣看不看得到上面的字呢 對 它已經空了 再來第二樣是化妝水 就是 這個 KELS的金斬花植物精華化妝水 你看它下面還有殘留一點點那個花瓣 這一罐我覺得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有時候我會拿來食服 但通常都是擦拭比較多啦 但 因為濕膚啊 有一個很麻煩點就是 我先講缺點 就是 它有這個金斬花 金斬花雖然你在瓶子裡面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療癒 可是你實際在使用上面的時候我覺得是 蠻不方便的 因為它會堵塞這個瓶口 然後會擠不出來 然後你就很用力的去擠它 然後它就碰 然後就一堆水這樣出來 然後我的化妝液就會瞬間 很濕 然後有時候會不小心溢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花瓣喔 就是有點 我覺得如果能去掉的話其實也不錯 因為我們主要使用的就是裡面的化妝水嘛 就這一點來講我真的覺得它使用上面有一些不方便 就是這個花瓣有點暗眼 然後呢 它用起來的味道有人覺得很不好聞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療癒 因為我可能是本身比較喜歡那種植物性啊 這種比較植物的味道 花跟 但木質料我不喜歡 那就是可能是花香啊草啊這樣子 所以這種金掌花的味道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第一次敷全臉 就是感受到滿滿的那個金掌花跟化妝水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好舒服喔 我還特別懷疑跟我妹妹說 我覺得這個味道好好聞喔 但它是沒什麼感覺啦 對 但是我覺得 這罐在濕膚的效果 就是讓它就是肌膚穩定 或者是你有過敏敏感的時候 我覺得退紅的效果還不錯 但 就是這個花瓣就會讓我有點惱怒 在倒出來的時候 對 好 這就是金掌花化妝水的分享 再來還是保養品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這個 避而泉的搖搖水精華 那這一罐呢 是之前就是廠商寄給我的 我已經用完了 然後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真的是太常濕服 所以就是消耗得很快 那我現在正在使用的 比較加大版的精華 其實其實剩下 這麼一點點 但愛玉沒有用完 所以我就沒有拿來分享 那今天的品香其實也 夠多讓我講了 就沒有再把它放進來一起跟大家說 可能就會放到下一次的空空上囉 這個呢 就不多說太多 我會把影片的連結放在這裡 可以去看看 它真的很厲害 就是 蠻推薦給就是 皮膚比較乾燥的乾肌的女孩 就或者是跟我一樣就是混合偏乾 你肌膚比較乾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做濕膚加強 然後 當面膜都使用也可以 我覺得它的效果 保濕效果 很厲害 對 所以 不要懷疑我已經用完 快用完一罐加大版的了 就 記得 點連結去看喔 接下來是精華類的東西 這個蘭蔻的基因復活安瓶 它 裡面內容不用完 就看起來像是基因復活路一樣 但是這兩罐是基因復活安瓶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這個毛數真的是太少 一罐才20毛 20毛你想想多久就用完了 每天晚上用 大概一個月就可以用完了吧 所以我兩罐就這樣 很快的就用完了 只是可能是我的皮膚狀況 跟我的年紀 還不太需要用到安瓶 這麼可能 高濃度的保養 所以我覺得 我用一般的黑瓶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黑瓶還沒有用完呢 因為我黑瓶買的是 特大版100毛的 我沒有買過小罐 因為我是直接在機場免稅買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 用完 用了 大罐100毛就可以用至少快半年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週年慶啊 或者是只要任何他們有那種 可以特惠組買到100毛的 都可以去看看 那安瓶因為有活性的關係 所以它也不能給你太多 不然那個活性會死翹翹 所以它一次就是20毛 我真的覺得有點少 那我自己的臉上啊 是不太需要用到這麼高濃度 安瓶的精華 所以用完這兩罐 我還是沒有到非常有感 那之前我有分享過一支精華的影片 連結我會放在這邊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喔 那這個就是我用完的超進化基因 復活安瓶 再來兩樣東西 也算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那這個牌子剛剛有出現過 就是 QS的這兩罐 其實這兩罐用完真的是超級超級療癒 所以你看它空的時候 你真是心情之好 第一罐就是這一個 它這個是 冰殼糖蛋白無油清爽凝凝 這一罐呢 其實有點算是無油版的這個 冰殼糖蛋白爽 那它 我已經完全用到空了 是不是見底都可以透光了 它比較適合在夏天的時候做使用 那夏天擦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所以我夏天用量真的滿大 因為夏天有時候 你不喜歡肌膚上面太多保養品 你太多層 你可能會覺得很黏膩 那我就會 這個上多一點 讓它稍微厚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是很清爽 很透涼的那種感覺 它不是那種涼 就是因為它是凝凍 所以在臉上是一種涼涼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它用起來很舒服 所以就是我一罐用完了 那我還有一罐還沒有開 就是等著我 今年夏天再來做使用啦 那這個就是 QS的冰殼糖蛋白無油清爽凝凝凝凝 再來就是他們這一個 算是也是這個月的明星商品吧 我也就是剛好在這個月用完了 用完了 那這罐我用的比較久 因為剛好有跨到就是一個夏天 那夏天我覺得我用太多 這個有一點負擔 所以我就是都換成這一個 那剛好用完我就去補了一罐 然後這個月又是主打 所以剛好又送了一堆贈品 嘖 我覺得有點搭到剛好他們的這個活動 覺得還不錯 那這一罐呢真的是所謂 他們說什麼地表最強保濕霜什麼的 我是覺得沒有到這麼這麼誇張啦 但是我覺得它算 我用起來有點 用了很多比如說霜啊 或者是凝凍啊 我最後還是會去拿來這一瓶來塗 一方面是我覺得它的用量其實 適中 然後就可以給臉一個 防護的保濕基礎的感覺 不用擦到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 雖然我會換換其他的乳液啊 凝凍啊 或者是乳霜一樣的做替換使用 但我還是默默的會抓了這一瓶 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會想要再添購一罐 我沒有說到非常非常非它不可 可是 就是會默默的拿起了它 還蠻推薦給跟我一樣啦 就是一樣是偏乾肌膚跟乾肌的女孩們 你可以來使用看看 那 最近應該有活動吧 可以跟他們拿拿試用包去體驗 看看他們的這個 這個 冰河糖蛋白霜 我覺得 趁這個時間 就是 有一點熱 然後又有一點冷的時候 趕快做使用 剛好記得交替的時候 也可以用用看 就是冷熱的 在肌膚上的感覺 那就這個 就是我用完的 冰河糖蛋白霜 分享完就是 這些東西 就要進入到 比較算是 彩妝的部分 那 首先 兩個就是 防曬 那這個是 17年版的 那這是在這之前 應該算是16吧 16年的防曬 那都是藍扣的 那那時候 我在我的愛用品有分享到我喜歡用這一支 因為這一支呢 就是 它用起來比這個稍微再黏液一點 可是因為剛好在這種季節使用起來 還是很清爽 還是很舒服 所以趕快就把它用完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它的效期快到了 就到3月 所以我真的是拼命的用 我用起來覺得還是很舒服 但是論清爽 論涼感這種感覺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推薦 然後的新的這個 藍色這一條的 這個防曬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涼 非常的透 因為我妹 像我妹她就是一個 比較不喜歡黏膩感 她就不喜歡這個 因為她的黏膩感真的是 稍微多 比這個稍微多了一點 這個呢就是擦起來 就是很清爽 像是沒有擦防曬一樣 然後呢 這兩個都是沒有顏色的 那如果要校正膚色的話 在後續再擦上一些 就是遮瑕膏啊 或者是 嗯 專屬那個東西 要遮那個東西的顏色的 試底乳來做使用 那這兩個就是我用完的 防曬 都是藍扣的 對 KELSE的快用完了啦 下次就會看到它了 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就要進入 鐵片上了 就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我應該在我的影片 有看到 非常非常多次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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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愛用的 TUQUO FOR SCORE的 三色修容餅 為什麼我說我非常喜歡用它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太適合 我覺得太適合我們亞洲人了 顏色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後這兩塊我都已經用到 這樣子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這一塊啊 可能就是著重在這邊 因為這邊還有淡色可以多使用 那這邊基本上已經沒什麼淡色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就再拆了一塊 然後這塊也用成這個樣子 對 就是我非常喜歡這個修容餅 如果大家找不到就是 好看的修容 拜託可以去選擇 TUQUO FOR SCORE的三色修容餅 因為它深色跟中間色 你混合之後你可以拿來打修容 淺色跟中間色可以拿來加深鼻影的部分 真的很自然 然後基本上不太會失手 因為我有時候用一些其他的 比較歐美品牌的 那個修容都會常常會失手 就是一塗 或者是一塊黑在這裡 或一塊黑在這裡 所以就是可能一方面也是我不太熟悉 但是我用來用去就是 換新的我還是會拿出它來用 就顏色真的非常的自然 然後它的包裝真的就是 欸它很堅固欸 它雖然上面是一個這樣的貼紙 但是 我帶出門啊這樣刮他們都沒事 只是我手上有些化妝品會沾到他們顏色會變淺 但基本上都沒有事情 可是這個說真的我覺得在台灣買真的有一點貴 真的快要到專櫃的價錢了 一顆要八百多塊欸 所以如果有可能有去韓國玩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可以一次買個兩顆回來囤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對 或者是自己上一些韓國網站的賣場上去買 我覺得都會比就是櫃上買的便宜 所以這一點價錢上面可以做考慮一下喔 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修容冰 再來就是一個我也非常推薦 我也覺得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這個 Make out for Elizabeth的HD蜜粉冰 它用到凹了 雖然只有一個小圈 一個實質的大小的圈 但是我看到它用到底的時候我蠻開心的 一方面是 哇原來我這麼常用這個東西 二方面是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 但有點難過的是 它已經見底了 但這樣子還是可以持續使用到很久啦 因為蜜粉冰真的這個東西真的是 就是在我有這麼多其他正在使用的蜜粉啊 我還可以把它用到凹 代表說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上在皮膚上面不會去就是有太厚重蜜粉 改變你膚色啊 或者是讓你臉就是很悶熱的感覺 它沒有 它就是很清透就是讓你臉上有一層刷過去的蜜粉 或者是拿來做定妝都可以 那我最喜歡就是在它用比較濕的粉底液的時候上它 很快速就很乾 可是卻不會有那種 喔馬上變成一層白白的那種感覺 就不會有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輕盈 真的很好用 它用完我覺得會再去買一塊 可是我那時候問過貴賞 就是它沒有在賣單純裡面就是 替換的新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用 但黃色跟白色我比較喜歡白色 因為黃色它好像有一點就是 也是校正皮膚的膚色的作用 但我喜歡就是沒有顏色的透明的白色 推薦給大家這塊蜜粉餅 真的很好用 接下來呢也是一個一進來台灣 就非常轟動的牌子 也沒有到很轟動啦 反正就是有一波討論 就是這個 Excel的 的眉筆 它真的很厲害 然後你看它 被我用到都已經蠟差成這樣 就知道我有多長用跟帶出去 它的 好我這次已經轉到最底了 就剩這麼多 就剩這麼多 它基本上已經畫不太出來了啦 就是 畫起來 它還可以微微畫出一點 可是我就變成只能拿來填補 就是 眉毛中間的部分 就不太適合拿來畫比較細緻的眉尾 但中間的眉粉還是有 所以我還是會拿來繼續做使用 只是前面的眉筆的部分 真的已經被我用到整個樣子了 但我已經有買了一次新的了 在日本的時候我那時候剛好有買一隻 這隻真的非常的厲害 就是真的不知道是涉了什麼魔法 有很多都是產品都是一樣出這種 三頭眉筆啊 或者是眉粉跟眉筆的這一種 眉毛產品 但它用起來真的是異常的順手 就我常常畫那個角度 因為我還在練習我眉型嘛 習慣這樣畫就是這個畫起來總是 失手的機率會大幅的減少 而且外出真的是省之方便 你帶一隻直接解決 眉筆眉粉以及眉刷 然後這個眉刷呢 你還偶爾可以把它清乾淨 你可以拿來刷糾結的睫毛 是不是帶一隻就有這麼多的功效 所以它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 PD01就是最一般的咖啡色 因為我習慣加眉膏去混成自己頭髮的顏色 所以呢就可以挑選比較深一點的眉筆也可以唷 最後一樣 就是我之前也分享過的 這個 它是2GO4SCO的定妝噴霧 我之前有分享定妝噴霧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邊 那最近我已經是用完了 剩下一點點 好 擠不出來了 擠不出來了 它就是氣壓式的 非常的舒服 噴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 現在因為就是我之前 只要去店裡有看到貨 我就會補一罐 但是 不小心屯的太多 我現在還有兩罐沒有開封 可是我同時還有 MAC啊 或者是其他的定妝噴霧在使用 所以這罐用完之後 我就還沒有再開 然後也沒有再補貨 但是這罐真的非常好用 主要是因為它的氣壓式的噴頭啦 這樣噴起來在臉上灑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平均 比較不會有種 好像我按很多次 結果都只有集中在某幾塊 我最喜歡就是它噴就是氣壓式的這種噴的方式 所以 如果想知道其他定妝噴霧的分享啊 就連連在這邊 記得點過去看喔 好 那今天以上就是我這一些空空賞 加上一些鐵片賞的產品分享 就是我已經用完它們了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看來 數一數才沒幾樣 但是我又講了蠻多話的 那就 大家就 如果可以快轉看也沒有關係 用電腦可以快轉看 好 那今天以上就是這些的分享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會有不定時影片的更新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會有更多就是生活動態啊 如果你可能看到我最近比較少發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那邊 我可能都在那邊PO東西啊 就是我一些生活的境況什麼的 也可以去留言給我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終於可以把你們拿去回收丟掉啦 耶